开始 老妹,这两天在你的指导下 运动量增加了 但是睡眠还是不好 醒来特别没有精神 你最近在睡眠方面有很多的收获 你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没问题了,老姐 咱俩谁跟谁啊 我是波比 我在美国生活工作行医很多年 终于和我多年失而复得的老姐 现在这些天在一起 我这些年花了很多时间 叫搞selfcare 就是关心自己 睡眠这块是突飞猛进 虽然是在更年期 但是最近睡眠反而二次发育 比年轻的时候好多年睡得都好 今天就分享三点 咱可是盲人 没那么多功夫啰嗦 第一点就是更年期的激素 叫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激素的变动和它的水平的下降 对女生的睡眠影响非常大 有的人有倒汗 有的人有的时候就晚上 比如我自己没有倒汗 但是就是睡到两三点 就突然就醒了 或者是到早上的时候 四五点钟就睡不踏实了 这一点我在开始用更年期的这些激素 尤其是progesterum这个孕激素之后 就大为好转 它的好转的主要的表现就是 睡眠的非常一致了 而且早上夜里不再醒了 也不再起夜了 早上呢也还是天气下天天亮的早 但是也能再睡下去 所以这个更年期激素 像我们这么大 我是50家 姐姐也是50家 我们这么大岁数 甚至40多岁 有的进入为更年期的时候 甚至已经过了更年期很多年 这些症状也是跟激素有关的 都要考虑一下这方面 然后跟自己的复科医生讨论 好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监测 监测什么意思呢 睡眠这个事不是说 你就好不好 你得说你是哪好哪不好 比如你是失眠就不能入睡 或者入睡之后 马上就很快就醒 半天也睡不着 这就属于这种睡眠的这种 入睡的和 stay in sleep的这种问题 还有的人呢 他是一直迷迷糊糊的睡 但是就没有深睡源 没有快速动眼 做梦的那种睡眠 那你怎么样提高 这两个非常关键的睡眠的区间呢 那那是有专门的办法的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我用这个叫做Aural Ring 我用了好几个产品了 都各有优缺 我这个我觉得感觉比较好 但是今天谈的比较泛泛 就是你要有一个办法 能够来测 比如你至少能够测你每天在床上待几个小时 有的人呢就是每天12点才划好手机 才关了手机上床 5点钟就鸟儿一叫他起了 这不行就要监测 第二点就是要有足够稳定的一个监测的办法 第三点就是运动 运动这怎么回事呢 我们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的女生呢 她的这个睡眠呢就是更是不容易进入深睡眠 这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白天你得把自己的精力耗尽了 你晚上你才就能踏实睡 这个要耗尽呢 咱不要干耗 也是要就是有structure的去来练自己 比如早上你几点就起来 把工作量也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非常充实的一天 然后下了班就和家里人一起分享生活 生活都非常充实 然后你去自己去三个步和好友 尤其跟姐妹啊三个步 然后在我一周有四天正式训练 有两天心肺 还有两天撸铁 今天早上刚读完铁 挤手在这儿 好这就是我的三点 老姐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有什么地方 要我再仔细讲讲 好那我想问问你 你关注自己睡眠质量多长时间了 这个可是一辈子的事 我其实在生完孩子那会儿 我就觉得睡眠是我一个问题 尤其是到星期日 老翻乱铺去睡不着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比较关注用各种产品来观测睡眠 但真正仔细用脑子来想的话 也就一两年 所以你在我的帮助下 估计三个月搞定 你这个就解决了我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多久可以改善自己睡眠 那么最后你再送给 这个姐妹们一句最想说的话吧 最想说的话 睡眠这东西啊 真养生 比什么都养生 我今天睡得好 简直世界都亮了一般 所有人都亲切了一般 看谁 看猫猫好 看狗狗好 看孩子好 看天气好 好 谢谢大家啦 好 姐姐 再见 拜拜 下次再见